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比利巴拉托 終於昨天考完ECON Money and Banking 這一科的股市 接下來可以去旅行 去多些外出 還有看多些課外書 有機會就跟大家繼續分享 這些所見所聞的影片 還有這個星期都會分享我這一科的ECON學到什麼 順帶一提可以去加入Membership 額外看到一些普通Member看不到的影片 另外亦都是預先去有些影片可以收睇到的 說回第16個星期的經濟數據 最震撼的首先就是加拿大 出了3月的消費物價指數 即是通脹 一如市場或者我上個星期的預期 以及這個Band of Canada 講到上半年的預測平均6% 變相來說其實都預算了 是會爆高的 5.7%在2月的時候 現在按年就上升到6.7% 這個是計算1991年 1月6.9% 按年的升幅以來 是最高的升幅 你可能會奇怪 當年 1991年 已經Band of Canada 以及美國聯儲局 定了一個 steady 的inflation 自此之後 Inflation平均來講 都是維持在2% 為何1991年會爆升得這麼嚴重呢 最主要來講 當時正正就是 政府實施 去charge 銷售稅 GST的歷史時刻 在那個月當然會有一個爆升的調整 所以 其實 如果你不計算那個時間 就推回去 80年代以來最高的通脹 按月的升幅都有1.4% 即使你剔除了seasonality的影響 也有0.9% 當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汽油 上升了11.8% 按月 比起2月 上升6.9% 更加維持熱 主要來講就是 打仗 令到油的供應大減 因為制裁緣故 所以就爆升 按年 就升了39.8% 你入油的時候不用我講你 其實你應該知道 Overall energy 按月都在升7.5% 按年 亦都仍然升27.8% 至於食物價格方面 亦都升了0.9% 按月按年 升7.7% 繼續去不厭其談 感受上 不止升7.7% 可能分一集再跟大家 update一下 食物的價格的升幅 哪些升得很厲害 哪些就沒有那麼厲害 稍後有機會講講 剔除了能源和食物的核心經濟消費指數 0.9%的上升 仍然都是非常變態地多的 按年 上升4.6% 不過比美國 4.6% 稅勢 不算太誇張 當中 醫食住行 我們講了食物 講住的話 升了1% 按月 按年 亦都是6.8%的升幅 3月的時候就開始加息 影響了 mortgage 成本 又或者 起租 同一時間 你看到 就算租屋 或者 買建材 各方面 都是升了價 交通費方面 亦都上升了 3.5% 按月按年 亦都增加 11.2% 隨著汽油價格的上升 三戶鞋脈 好一點 COVID 請微升 0.9% 按年 但其實按月 升0.7% 變相來說 三月買件衣服 和二月買件衣服 價錢 都差不少 一些有趣的 看到在家經濟 開始 轉為出外 一個新的正常化出現 這個酒店 按年 酒店升了24.4% 就算 按月來計 升上3.7% 如果你有計劃去旅行 除了暢日幣之外 可能 預訂酒店 會開心一點 尤其是 有些 48小時 72小時 之前 你可以 付款 預訂 如果不是 就算日元 減少了 去到最後 可能 加價 都未頂 但是 日本 很 加價 所以 去到那時候 都可能 OK 都未頂 不過 supply and demand 人人都去的時候 未必有位 到時 都會令到 酒店價格上升 未頂 飛機 也是 按月升了8.3% 有機票 趁早 你們去預訂 否則又是 欠崩潰 除此之外 在這個餐廳 dine out的餐廳 按年升5.4% 看回很多活動 Outdoor 旅行的活動 都是 正在升 難怪乎 航空股 和酒店股 過去的星期 雖然 美股 是大跌 但是 這些股票 最多都能夠 只是說 先升後回 仍然 站得很硬 而且 是高而又高的 在 通脹方面 PEI 通脹 按年升8.9% 另外 NiuburnSuite 都是升7.4% 似乎 海洋省方面 通脹 是 高過 其他省份 主要來說 能源成本上 那些省份相對比較高 當然能源成本比較低的地方 就是Alberta 除了消費物價指數之外 加拿大 公佈了 2月的零售數據 Retail sales 輕微上升0.1% 如果剔除了通脹 只是計算 volume 甚至是下跌0.4% 但是 Statistic Canada 估計 3月 反彈 上月 會升1.4% 拭目以待 究竟 能否去到這個效果 你說 2月 低了 會不會是 經濟開始回落 外國 養醜醜醜 又加息 又怎樣怎樣怎樣 最主要來說 就是 汽車銷售 跟美國類似 有supply chain的影響 再加上 新車貴了那麼多 很多人開始來講 究竟我是否應該 稍後再買 各方面 新車 或是 車的 overall來講 Sales 5.1% 下跌 不過 隨著 剛才所說的 Outdoor Back to New Normal 的趨勢 Gas Station Sales 上升6.2% 即使 剔除了一個 爆高的 升幅 汽油價格 只是計算 volume 都升3.4% 這個數字 相對於美國來講 好一點 美國是 同時間 那個數據 volume 是下跌了少少的 剔除了 汽車 和汽油 的影響 Core Retail Sales 是按月升1.4% 都是非常之厲害 這個雖然 比起一月的時候 3.5% 是換和了的 在很多不同的類別 尤其是coffing 以及 accessory方面 爆升了15.1% 這個就是 retail sales 你看看 Core Retail Sales 為何 在3月的時候 會加價0.7% 究竟會不會有 一定程度的關係 在當中 2月賣得 3月應該可以加價 好一點 除此之外 建築或者 Garden 的一個 Store 都是上升5.6% 例如我昨天 去IKEA 或者有些人叫IKEA 那麼輕旺的時候 可以 可見一班 接著就是 Electronic 和Appliance 即是家電 部分 或者是電子產品 都有1.1% 上升 家居的支出 是不是這麼開心呢 Furniture and Home 的一些 Store 反而是有 2.2% 下跌 不過 所謂Durable Goods 過去 一年 的升幅 也是非常之強 以及 銷量也是強勁 估計 這個 如果沒有任何 trending 繼續看到 它的下跌 仍然 都是 樂觀的 至於 當你 Outdoor 那個 In Store 的Sales 上升的時候 很明顯 Online Ecommerce Sales 在2月 下跌 4.6% 除了加拿大的數據之外 美國也出了 Existing Home Sales 在3月 下跌了2.7% 按月 這個數字 究竟是否 反映了 樓市 開始 低迷 當然 好像加拿大 當家人 買的人已經買了 的時候 很明顯 交投 相對來說 減弱 少少 不過 美國的 Inventory 95萬個 單位 仍然 相對於 歷史來說 算是一個 不是 不是說 最低 亦是一個 不高的位置 仍然有一定程度的 Tightness 在當中 而且 房價繼續上升 已經 連續 121個月 上升 15% 按年 上升 15% 這是指全國 有部份大城市 當然 升得比較強 當然 美國的升幅 沒有加拿大 那麼強 更加 沒有多倫多 那麼變態 但是 譬如 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移民 當然 會選 英國 英國 就算 因為那裏的移民門檻 低很多 你有BNO 就去到 不然 都會選 加拿大 都有不少人移民來 如果是 Foreigner的時候 暫時 買不到 要蹲兩年 又或者 又或者 你回樓過來的時候 仍然都會 扭頭 覺得 這裏的樓價 爆貴 尤其是香港那邊 又沒有升 最近 再加上 匯率 幸好香港 跟美國 美元掛勾 變相 匯率來加紙 都不會太過 蝕卓 如果不是 你就會覺得 兩頭蝕 更加 不過美國的 House Start 上升 雖然 輕微上升 0.3% on 去到 1.793 million 比起 預期 1.748 million 稍微高了少少 加拿大 出了一個通脹的時候 說 平均 的 rl wages 都有上升 3.4% on 年 當然 你 剔除了 通脹的時候 都是有 蝕卓 但不是 沒有上升 你會看 當強勁的經濟數據的時候 同一時間通脹 爆升的時候 加拿大的央行 在接下來6月 意識的時候 普遍 暫時的估計 都會加 50個 basis point 而且 聯儲局那邊 5月意識 那些人估計 加75個basis point 都不 未必 應該要意外 這也是 令到上星期 股市 有個 爆跌的 現象 出現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 這個加息 除了是因為通脹的緣故 也是因為 經濟數據 或者勞工市場 人工的 加幅各方面 甚至乎 整個 國家 或者北美洲 購買力 那種的強勁 這個成為了加息的底氣 哪怕 哪怕 利息 是會加 又或者 Invasion 估計 持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在一個高位當中 甚至乎 打仗 現在 雖然 似乎 沒有任何的進展 除了在 馬里乌波爾 那個地方 叫做 霸了 或者 proclaim自己已經勝利 但是鋼鐵廠還未 來 成功 concred 甚至乎 又給 不知為何 又可以給補給 進去 剔除了這些情況 我們說的是 因為經濟過熱的時候 可以 回到一個 正常的情況 就不是 出現 collapse 現象 在 如果是這樣的 是否 爆跌 是一個過濾 反而 可能是一個 New opportunity 去 找到一些股票 如果找到的話 趁低吸納的 一個 時機 當然 你可以challenge 提供 會不會低 算低 各方面的 有機會再和大家分析 多一點 今天 講到這裏 所有經濟數據 都幫到你 做一個 參考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ddy Bala Talk 又或者 喜歡的 Join Membership 可以看到 一些 不公開的 Video 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 預先先到 為快 For Most 那些 片集 今天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請